俄罗斯和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对老冤家,双方的对峙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告一段路,现在更有愈演愈烈的迹象,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日趋严厉,而俄罗斯也针锋相对, 毫不示弱,局势似乎剑拔弩张,然而在这样紧张的局面背后,其实也有合作的存在,特别是在航天技术领域,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还是很多的,美国甚至还不得不向俄罗斯购买火箭发动机,因为有些发动机产品,连美国也制造不出来,俄罗斯向美国出售的是动力机器科研生产联合体研发的RD-180火箭发动机, 这种发动机也是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的火箭发动机型号,其真空推力达到了惊人的423.4吨超过400万牛顿,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宇宙神五行运载火箭, 必须利用RD-180发动机作为第一级段推力来源,因为只有RD-180发动机,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动力输出,宇宙神五行火箭质量接近55吨,筹载量非常可观。 2008年,宇宙神五行火箭曾经运载6.648吨的电信通讯卫星进入轨道,美国其实并不想使用俄罗斯的RD-180发动机。 在1997年的时候,美国向俄罗斯订购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RD-180发动机采购合同,俄罗斯将向美国提供101台发动机,但是之后美国一直在试图摆脱对于RD-180发动机的依赖。 之前,美国国会曾经要求,2019年之后,停用全部RD-180发动机,但是后美被告知未来数年,不可能完成火箭发动机国产化,于是美国不得已又急需采购RD-180发动机,而俄罗斯也非常慷慨地表示,会继续供应6台RD-180发动机给美国。 俄罗斯之所以愿意继续向美国提供RD-180发动机,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钱,确实当年就是美国这笔采购订单,挽救了面临破产威胁的动力机械科研生产联合体,所以现在只要还有订单,俄罗斯就会继续向美国提供发动机。 而另一方面,美国制裁俄罗斯是出于敌意,但俄罗斯并不想和美国交捂,而且航天技术领域本身就需要各国的合作,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果,所以俄罗斯不会抗拒和美国合作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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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